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跟这个什么 反正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有什么好聊的呢 他就是应该结个婚呗 对吧 很没意思 所以反倒我觉得你们俩刚才争论起来的事更有意思 就刚才徐老师和又婷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太太准不准许老公跟前女友吃饭 又婷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样的激烈 不行啊 我的就是我的男朋友我觉得啦 他可以去认识新的妹妹 他可以去泡巴 他可以跟新的女生吃饭 但是他不可以跟前女友 李瑶说过前妻是魔鬼 前女友也是 前妻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 对啊 马老师嘛 江辉不是不是也说吗 前妻都会写来写书骂你耶 那是因为他没有前妻 都会这个会报复 所以因为你会想象他跟那个前女友过去是这么这么轻易的相处 然后我是新的 然后你就想象他光那个精神上的重叠 你看我开始徐老师 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就是后来我觉得他们台湾女性啊 有可能有这种想法 挺计较 计较 不全社会下 不是 因为啊 我们 我们就是我的经验呢 这个前女友啊 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呢 没有杀伤力的 前女友啊 就好像就是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我就混得好 这就对了 家人 家人这两个字就是keyword 他就希望你好 真的 他说不定他都已经 家人 我都还不是你的家人 你前女友就是你家人了 但是你有sex 他没有sex 这很重要 对我来说 有没有sex还好 这个精神上得先是 这么亲密到像家人才行 你看 子东老师劝劝他 子东老师老是背着 赶快你用男人的观点 说服我 说服我 因为子东老师最爱跟前女友 所以他必须跟你说说 不是 我想说以我的男的男人的角度的经验 我觉得男女他一旦有朋友关系 他一开始他总是朝一个假定的方向发展 这个假定我们通常就说的结婚或者在一起 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候 男女关系是不进则退的 一旦在某一个时候 他们发现不可能走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关系就会 女的会先发现 男的他 他停留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开心 但是女的就发现 It goes nowhere 对不对 他觉得这个像河流一样逆流 我就不上了 我就再往后走 所以女的会比较早的就发现说 到底我们会怎么样 好 这个时候 就过去了 如果这个男的时候 没有勇气跟他一起往前走 就过去了 就变成了前女友 前男友了 这个一旦过去了以后 这个就过去 就不可能了 这个我就觉得 就说 一个是什么呢 余下来都是友情 好过到最后 不好了以后 再回头 那个味变了 男生不吃回头草 爱情变质了 就是说很难 不是没有例外 有破镜 有重圆的 那是另外的故事 但是一大部分来说 真的他们很难再有什么苟且之事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的朋友这么多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前女友 编朋友呢 少他一个对你的人生 有很大的影响吗 你可能还是 就我想知道就是 为什么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跟前女友保持关系 因为他懂你 因为你们很亲密 你讲很多事情 他马上就懂 但是这最现任女友来说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所以女性啊 他这么懂你 要占有的 还不光是这个性的问题 他要占有的是个精神世界 你们有一块共同的回忆 这个 他也不舒服 你知道吗 最好以后脑子里植入某种经验 你可以想了 发以前 你可以想 你当然一定 你跟谁都有过去 我没办法参与 如果他跟你十年前认识 他认识你十年 我没有办法在十年前碰到你 但是这个就留在你心里 你去半夜 午夜梦回想 没问题 那你要这么明白的做出来 说我就是要去跟他叙旧 太叙旧 就是太伤人 战有欲这个事啊 还真的是挺麻烦 这分寸很难拿捏 就是说你比如说 有些你知道吗 就有些男人啊 就尤其当时 以前中国的这个旧式的男人啊 这个战有欲到了极端的时候 真的是能到那种程度 就是说 他呀跟这个女的呀 这个女的你以前有过男人是吧 甚至是以前有过什么床上的经历 这个男人要问到啊 你们是怎么搞的 你们到每一个细节 他这个战有欲是怎么变换的呢 我不能阻止你以前这个事情了 我要战有你全部的回忆 你明白吗 我不能容许 你有一个事情 是你跟别的男人干的 我竟然没有战有 你看这战有欲达到极端呢 都能到这么一种 神经质的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相反问 所以你们也可以接受你的老婆 或是女朋友 跟前男友出去吃饭 没问题吗 当然了 你 朴老师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你眼珠转了一下 你不行吗 我行 也行 对 不是 就是说我呀 眼不见为净吧 就是 可是他跟你讲了 就是说 哎文涛我竟然跟我前男友吃个饭 他偷偷吃不行 但前 对 一旦我是讲道理的人 就是说 就是我不会说不行 我不会说不行 但你心里有没有不舒服 我可能会 有一点 对 这就是我就是这个感觉 胜利怎么坦荡 你怎么可以这么坦荡 他有一点 但是他还是愿意让他一起吃饭 理性嘛 就是就是讲道理的嘛 因为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嘛 因为我第一次会不舒服 好吧去 第二 那你就会有第二次 你就会有第三次 你会有第四次 总有一天会爆炸 哎 不 你讲的那个情况又是另外一种了 如果你的现在的男朋友 一天到晚找你找他过去的一个女朋友吃饭 那是有问题 那当然有问题 那是有问题 那就要当做一个另外一个情况 那就进入战争状态 对对对 进入战争状态 你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你要是管得这么紧 连他跟他以前的朋友吃饭来往你都管得很紧 对男的来说他会感到有一种不舒服 他喜不喜欢你跟你给他的束缚不成比例关系 你说啊 这个男女之间啊 为什么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另一个人的痛苦 对 你说这个 这个咱们要站在上帝的 或者说按照站在这个这个宗教的博爱的立场上讲 对吧 你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你happy 我也应该happy 但是事实上常常不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你甚至有点想 就是说你在做你爱做的事情 实际上也没有真的是 说你爱做事情就做爱了 是吧 或者你跟别人做爱 但就说你跟别人做爱 为什么就成为另一个人痛苦的源泉 就是说你的快乐 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 这个对公啊 真的是解不开的锁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你们哲学家 不是就是周国平 他的这个书里 我就发现呢 他也挺乱 也不是说乱 人家不乱 人家不乱 人家就是以哲学家的态度 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啊 试验过任何一种活法 以至于他都说啊 就说 怪不得书 他的书挺藏销的 主要看那个最后那几张 你知道吧 怪不得就是说 他就说包括著名的哲学家罗素 倡导过的手法 就是说呢 这个夫妻两个人都自由 我们不要被这个忌妒啊 把我们给给捆住了 应该呢 就是说呃 你也有你的自由 我也有我的自由 但是这个周先生说呀 他体验过 这个玩意儿啊 至少他觉得不靠谱 就是说 这个人类的这个忌妒啊 你也不能太过分 就是说你像真像某些萨特和那个西蒙波夫啊那样 就是说两人各玩各的完全自由 他说好像啊 也很难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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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妒啊 他确实会发生作用 也就是说啊 你要懂得珍惜 就比如说夫妻二人 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别人有关系 但是呢 你得掂量掂量 对 你得掂量掂量 咱们去下广告 再探讨这个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又停的预浮术 再来说一下 我也没预好 就只会嘴上预浮 我跟你说 这对你征婚是有妨碍的 你还用我讲 讲讲吧 我觉得你讲就是上枪 唱越来越难征婚 为什么 就很不自觉吧 我听说 我跟你讲 你这样咱还讲 上枪枪的这个人 还真的是 这个枪枪三人行 是个神奇的节目 正如中国 是个神奇的国度 我跟你说 我们的潘杰 对吧 是谁啊 著名学者甘阳的太太 上了枪枪之后 她当上了香港环保局的 副局长 副局长 年薪 月薪30万 20万 月薪20万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的孟广美 没上枪枪的时候 爱情路是那样的坎坷 上了枪枪之后 也坎坷 也坎坷 不过患了 但是是富饶的坎坷 现在广美成为很多女性的 这个叫什么 立志榜样 对啊 她的曲折过程 使得她们百折不恼 而且她的年龄 使得她们信心倍增 有很多人走这条路啊 年龄是很大的压力 一项 不如嫁得好 但是我已经三十几了 我怎么办呢 广美 现在给她们一个立志的榜样 所以她们呢 只看其表 不知其理 理就是全靠你 理就是广美啊 自从做了 枪枪三言行节目之后啊 我们私下里谈了很多 你知道吗 她比她当年的这个世界观呢 价值观呢 大变 真的 你感化了她不少 广美 嫁了之后 这次嫁得这么好 对吗 嫁了之后 曾经深有感触的跟我说 文涛啊 我发现呢 当年你跟我说的都是对的 哎呀 你知道吗 你就 我跟你说 还就是 反正上枪枪的这个女的 都不一样了 但你觉得男人 是不是需要被管理一下 他是不是应该要在默默当中 设一些规矩 规则 让他在这个框架 让他自以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 但他其实怎么跑不跑 跑不出这个如来身上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所以他的 衣服术很多 计策很多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得让你这个男的知道 对啊 我 我不让你去跟前女友 就你别让他不舒服 让他知道你 起码知道你不舒服 我可能不 羡不知不了你的真正的行为 就像 其实我们现在也理解了 就说 管 管住的人也管不住心 所以呢 你可以去 但是你在去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想一下说 哎呀 朱如婷可能会不开心 我女朋友可能 就很多麻烦事 就等于说你要再跨出那个 你要出轨之前 你可能都想一想 我可能会失去家庭 我可能要赔好多钱 我可能要失去房子 我看不到小孩 那你想到这些想完以后 你看 都软了 是吧 你就 你就不会想要往前走了 但如果你一开始就给他觉得 你的 你的世界就充满着无比宽广 你就是脱张眼嘛 再也回不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像公司嘛 咱们得有规章制度 是吗 要连规章制度 有玫瑰 有规章制度 尚且他们不打卡上班 是吧 对 何况要没有这么一个制度 他就真的不来了 我给你讲 这个没有实战经验 战略参数 放生一大堆 谁说没有实战经验 多年实战 遇夫说他没结婚嘛 他遇过男朋友啊 但我没有遇陈过 你都跑了 都跑了 他遇这个 公司做的挺好的 对 这洞都是很炸的 对于有的男人来说 你让他彻底的自在之后 这个鸟 他飞出去 他还会飞回来 但是对于有的 就是对于这种男人来说 你不要老给他找别扭 你知道吗 你这种你说 我给你要立法三章 或者什么 你所有这些别扭的时候 会让他感觉到一种很烦 但是也有一种男人 真的 甚至相当一部分的男人 就像你说的 鞭策 鞭策 你先给他立个规矩 或者说 其实女人啊 不要忍气吞声 就有的时候啊 要勤于反应 你知道吗 就跟言论自由一样 被侵权了 及时就要表达 及时就要表达 综合你的说法 就是说 你得看男人是什么 如果他是一条虫的话 你就给他前面拦住 因为否则他到处乱爬 不知道爬到哪里去 他找不到回来 如果他是马的话 那你就有一片草原 你给他陷的太框框的话 这个马整天 他啊叫 很麻烦 如果他是鸟的话 你再怎么陷也没用 你给他陷个笼子 变动物园了 但是他该回来 还是会回来 是啦 所以这不就学习 这个分寸吗 就是怎么去保护 陷到动物园 去实习一番 观察一番 要是 最好就是养个河马 你在找着不动 跑着那里不动 而且 他力气又大 对不对 而且啊 他有时候 这个 他是台湾女性啊 他忌讳这个 前妻 前女朋友啊 有你们的这个 父权文化的痕迹 那一定没有吗 也有 但是 我确实能理解啊 就是说 有一种 台湾女朋友 或者前女友 或者前妻啊 他是那么一种 他对男人有时候 很容易有一种忧怨 就是过去 你爱 我给你讲一个 我的台湾朋友的 这个故事啊 就是说他呢 这个跟就以前的女友 以前的女友呢 好像是还都都成了家了 但是你看女人就这样 他又找了新的女朋友 那么他后来就是挣的钱更多了 就是住的房子更好了 事业活着更大 也就是 那么那他的前的女朋友啊 又来了 又来了之后呢 甚至 又来是什么意思 就又跟他和好 没有没有 就是又又又又 来往了 又来又来往 又来往 又到他的城市 甚至于你看 这个关系就好到什么呢 他就 他的前女友啊 他邀请他呀 还是住在他的家 还是住在他家 那他现女友 这个胸襟真宽阔 没错 但是你都不知道 再去讲啊 就是后来他 他都不知道 晚上大家在客厅里 这么聊天嘛 聊的差不多了 那么就说 我要跟我的现女友 就去睡了嘛 这个前女友安排的客房嘛 前女友就是 说在客厅里 再坐一会儿 那么就是 他们俩先去睡了 到后来 他跟他这个前女友 吃饭的时候 这个前女友 就跟他讲啊 就是你知道 就他跟现女友 那个主卧室 这个门一关 他这个前女友啊 嚎啕大哭 当然是哽咽 就不能让他听见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这个 这个前女友 他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 就是想法 就是说 这本来应该是 我的 本来应该是我和你 住在这样的一个房子里 本来应该是我和你 现在进到那间主卧室 现在该睡了 你知道那样的一种 所以我说不是不相信人 就是我不是不相信文涛 不是不相信子东老师 我是不相信人性 你知道 就是这东西不能被考验 你不可以给他个机会 不停反复的去考验 他可能第一次他很好 第二次也很好 但是三四次的考验 就像这个女孩子 他可能刚开始也不要你回来 他也不见得要你回来 可是看你每天这样进去 他可能如果现在又更不幸福的话 他就觉得我就不要 就是我也要跟你 有试试看 有没有再有机会 当然 我来听你破坏 就是广告之后再破坏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是十六号革新乐 我是十七号徐静 我是十八号王雨婷 风盛十年 大理特约之 二零一二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传承千年 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不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徐老师破坏一下 不是 那个吴迪阿伦 最近拍了三部 欧洲城市的电影 巴黎 罗马 罗马 巴萨罗娜 回过头来看 还是巴萨罗娜 拍的最好 你刚才讲那个场景 在那个电影里就出现过 就这一对男女 他们老是吵 最后呢 有了一个第三者女的 进来以后 三个人关系反而好了 最后那个第三个 进来那个女的受不了了 他走了 这一男一女又吵开了 那个电影里面 讨论了各种男女关系的 多种可能性 比方说有 有要快结婚了 爱上了一个男的 一夜情背叛 但是又 最后又回去了 最后这个没成功 但是 那个吴迪阿伦 认真知识分子电影 最后他那个讨论的结论呢 就是没结论 因此我看到了一个 报纸和报道 这个是相关的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说在1950年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4%的人 是单一个人住的 22%的人单身 这个数字到了现在呢 差不多要到一半了 他讲了一个数字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婚姻的比例 是跟国家经济的发展 成反比的 对 越发达的国家 不结婚的人越多 这个在西欧呢 到35% 在北美呢 是30% 增加的最快的是 东欧 你们知道东欧 过去这些年 他从百分之十几 增加到百分之30% 然后 世界上只有一个 例子是相反 就是中国 中国的 这个林丹的例子 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注解 中国的经济 高速发展 结婚率也高速上升 当然离婚率 我们先不去讲它 中国的结婚率 过去是百分之十几 现在还是百分之十几 就是单身率 单身率 小三率有统计吗 小三率他就不太 他就 这个是个非常 有意思的现象 就 对于很多人讲的 当然他讲的 单身是 指 有的是 就是有情人 是 有的就是 当然 谁也不会竖着 同居 但是不结婚 有的就是 单独一个人生活 因为你们刚才 讲的圈马圈的 在一个客厅里 这么高兴 这个太复杂 所以 百分之 将近四十的人 我觉得真是 就是说 你都有点 凹了 你现在还 预复数的 还圈来圈去呢 我跟你说 最近我准备 写一篇论文 就是说 这个 网络时代 对人际 男女之间 坚情关系的影响 你知道 就是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对吧 最后面 有一天 有个女孩 给我发一个什么 发了个信息 发个信息 说 我梦见你了 好 就现在不都玩 这个微信吗 我说 咱们再加一个 这个微信 但是呢 我微信的名字 不是我本人的名字 就你不知道 我是谁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微信 发过去了 然后呢 他就问我 说 你是谁 我说 我是你说呀 你梦见的人 他不知道是谁 你知道吗 你他不知道是谁 我说 那就正好了 咱们俩呀 就洗洗睡吧 不必知道是谁了 我跟你说 我说这意思 什么意思 就现在你注意到 他们 你们玩这个微信 微博 种种的东西 男女之间 是种什么关系 网状关系 我跟你说 我跟谁都可以 这个说起来呀 就像传统 让古典派韩心 你以为这女孩 或者这男孩 光跟你一人聊呢 他同时 在跟 恨不定 四五个人 在聊啊 不是说 有一个演员 很感动的 送了一个 一块石头吧 结果人家查出来 好多其他的人 都有这块石头 是是是 后面有人说 你是一批定的 但是这 这不是 不见得是坏现象 你看就是 时代已经 网状恋情 时代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喜事录 他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回头我们刚才讲 你